由苏友鹏林依晨主演的电影《甜蜜杀鸡》16日举行首映里 久位在太露面的苏友鹏盛装出席 以奶油小生形象出道的他 这次完全抛开了偶像包袱 续起胡须演绎颓废大叔 真正是要将转型进行到底啊 我想很多人没见面 大家可能把中间那一段时光给遗忘了 我现在就是大叔啊 所以我什么年纪做什么样的事情 我觉得很OK 同样是大叔年纪的好友吴七龙 最近公开了和刘诗诗的恋情 相差17岁的大叔萝莉恋 引起了训练大波 也引来不少质疑声 但好友苏柳鹏却很看好两人的恋情 公开送祝福 大家也知道他们都不是喜欢炒作的人 所以当他很认真说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大家就都很祝福 也没有什么调侃 也不需要八卦 那我跟诗诗没有合作过 可是我听就是我身边知道他的人 都说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女孩子 无期隆动没开二度的 苏友鹏却连个动静都没有 真的很让粉丝们捉急 不过最硬的他仍然坚称 比一切随缘 也是不是现在大把的软妹子 都是爱大叔专业后 难怪友鹏大叔那么淡定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